姚晨的琢磨我得演电影 可是演电影的一开始 他接不到那种非常大的角色 所以他开始在电影里边先串 结果这一串 弄出了不好的一个名号 有很多人管他叫酱油五王 啥意思 他竟打酱油了 你看《非诚勿扰2》里边 他演的芒果 给这个舒淇打酱油 芒果味 怎么猜出来的 这嘴型比你还大 没气 搜索里边他给高媛媛打酱油 做一个女人我好失败 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还是没法让 让我爱的人爱我 《非诚勿扰2》里 他给张女仪打酱油 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呢 被人甩你也不能自暴自弃 别为了个臭男人 把自己身体毁了 不值得 陆小夕 为什么女的越有才越嫁不出去呢 因为都像你一样 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所以弄一大圈 弄个酱油女王 他也不甘心 说演主角吧 这个梦想合伙人里 他演了主角 可是问题就是呢 他这个本子实在是糟糕 这个女主角之前居然是在国外卖假货的 你还不如把他设计成在国内啊 搞卫商 玩淘宝的 这好点 很滑稽的是跟他演对手戏男演员 挑了一个韩国的小鲜肉 太嫩了 俩人谈恋爱 分手那场戏呢 就好像一个更年期的妈妈 在挽留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儿子 你看着很跳戏 观众进不了戏 就这个本子有点一塌糊涂 姚晨的演技也救不了这本子 所以经这么几折腾 现在姚晨的票房号召力非常非常之差 所以你们看呢 姚晨这在是一个很典型的 在电视剧里边 那可以说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到电视场不灵了 感谢观看